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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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進入房地產沒有到三十幾年 實際上是十幾年而已 事實上我是在房地產最低潮的時候 我進入到房地產業 像我進入房地產事物的印象中 是我在窮困潦倒的時候進入到房地產業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的成功都是很艱辛的 都有一段非常艱辛的故事 所以我這個總結一下的感覺是 如果你沒有失敗過 你沒有很辛苦 你真的要賺到錢好像好困難 因為現在年輕人有個最大問題點是 因為長輩提供給他很大優渥的生活 他病人沒有壓力 我現在看很多年輕人有個狀態是 他們現在賺錢 領的薪水 只要自己過火就好了 完全不用拿錢回去給長輩 可是以前我們這一代好像是 裡面薪水要一部分交給父母親 要繳房貸 還是要生活等等之類的 可是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雖然我那時候在創業也很艱辛 但是這個也不是我們今天要所要談的一個部分 我想今天最主要談的部分是在 人潮變潛潮 因為事實上你所有想要創業的一個關鍵點 你有很好的know how 很好的商品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推廣出去 現在大家普遍都是屬於用電商的方式 可是你要做實體通路的時候 怎麼辦 你應該怎麼選擇 可是一開始的成本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很多都會思考 我到底 我應該要把錢投資在哪個地方 應該要怎麼做 那各位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 如果說以租金來講 你們大概要抓成本 大概抓多少那個比例 有沒有人大概會抓多少比例 10% 10% 實際上大概10%到15% 可是你知道我剛跟這個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我在講到說 最近我去新加坡去參訪 然後就去看一個墨 一個墨要一個攤位 大概在七八坪左右 他們的租金大概1500塊的新幣 哇塞 乘以22.4% 各位 三十幾萬 然後我覺得台灣很幸福 因為他們隨便一個餐 一個set這樣子 很簡單 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沙拉 一杯飲料 各位知道多少錢嗎 大概在14塊新幣 一個沙拉 一杯飲料這樣14塊新幣 你很難想像 一套起來的話 你隨便起來 都要大概300塊左右 可是我們就思考 如果假如說租金在1500塊新幣的金質下的話 一天大概要300個客人 趴才能夠cover的過去 所以相對就是說 你要創業段 比較思考一個點 你的租金的成本要抓多少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所以大概10到15% 超過15%的話 你的成本就比較控制 那現在很多實案的問題就是大家思考到 你的這些食材上 又不能用得太劣質的狀態 要保持一定的一個品質 所以說這個成本必須要思考 好 那我們大家回來一個狀態說 我們今天早點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如果說你好的東西 如果你選擇沒有好的人潮 沒有很多人潮的話 你在那邊 每天站在櫃台等的客人 你心裡會很不準 就是很多人碰到一個問題點 好 那這是我們就大概說 我們要思考到真的是要找店面 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好 那我今天想大概就是會跟各位提到一下 就是說你選擇店面應該怎麼選 哪一個位置是一個比較適當的部分 動線應該要怎麼選擇 這個是可以提供給各位一些經驗 這大概是我的一些經歷的部分 好 那這是我們團隊 因為我們團隊也一直把它做的 大家就是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我們一直在把團隊做得很紮實 當老闆還是要先講一個關鍵點 如果你剛才當老闆的時候 你一開始建立的文化是個關鍵點 你要給你的員工對你公司什麼印象 給客對什麼樣的印象 一開始你必須要把它做好 這也很關鍵 你們一定要記得要做好 後面大家有同心的話 你會做得很棒 OK 那今天大家講到商圈與店面 再來就是馬路的陰陽面 再來是店面的位置 租金與房價行情 還有地場大安到底是誰 好 那首先我們看到商圈的部分 商圈性的元素不外地就是在人潮 然後商家他永遠有久性的一個特定標物 還有人潮流動型的商圈 還有區域屬性的商圈 還有行政中心的部分 那人潮部分大概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流動型 像保護商圈 這普遍大量很多都是保護公司的商圈 它主要是人潮聚取的地方 那公安宴室還是說在學校商圈的部分 那再來部分就是在各位 在以區域性的部分 大概普遍都還是在什麼 住宅區的部分 那住宅區是比較屬於大型的一個住宅 很多區有很多住宅 其中的住宅 它很自然會能夠形成一個商圈 或辦公室型的商圈等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行政中心 我想大概普遍還是不外乎 就在這三種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商圈是 你的店你是要在主要的商圈 比如說在新一計畫區大區 還是在行門町 還是說你是在區域型的部分 在你們行政中心 還是主要在 在車流交流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你們在選的商圈 是一個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我想何謂陰陽面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很多人 對於找店面常常忽視到這個地方 很奇怪的是在於說 當店面空出來 在出租 在替換的時候 你們可以注意看 那個店面常常在換老闆 好奇怪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有時候就是這個店面當中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陰面的部分 它屬於比較陰面的部分 那陰面的部分當然有很多的地方 有時候就說比較沒有人場 或是這間房子好像感覺比較特別的陰冷 就是陽光比較沒有照射到那麼近 或是它店面可能比較窄一點點 沒有那個的理想 就感覺上奇怪 那店面好像常常在換 那陽面的部分也是主要就是它在動線上 只要動線會 大家人場會往那邊走 還有一個關鍵也是 它的店面是連貫性的 也就是說 這整排店面全部都很完整的部分 棋樓是一連串 不會說這五間有棋樓 忽然間就斷掉 有人架蓋出來沒有棋樓 或是有個什麼一個圍牆把它遮住 還是有一些險惡設施 就是可能有一些舊房子 那個找不到屋主 或屋主有錢 他也不願意去裝網 就擺爛的狀態之下 那像這個有斷心之下 都屬於比較陰面的狀態 所以我們店面有分為陽面跟陰面的部分 那各位就大概是在 針對在動線的部分 這部分我要特別再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你們在找學校的話 學校周邊 學校周邊我們大概一定找學校的什麼 普遍在學校一定都是比較寬大 大概它的對面 對面這一走去 看起來視野上已經看到它店面一整排 這部分學校在對面它是主要商圈的部分 你在學校這一邊 一定只是人走來走去 可是人家往對面去消費 所以主要它的對面是主要的一個商圈的部分 再來一個部分是在動線的部分 你下班回去的時候 它也是最主要商圈的陽面 如果你是在上班的這個動線的這一邊的話 它屬於陰面 因為你上班的時候 你已經趕著上班 怕遲到 要趕打卡 所以說你根本沒有心思想要去消費 所以啪就走了 你說在早上天開爛的地方 除非說你已經可以說 你事先跟我叫 我你幾分鐘到 我在外面等你免下車帶著就走了 除非你有這樣的思維 不然的話 一般橫桿很多人在往上班路線上 它是屬於陰面 這個是你要特別注意 那個店面屬於比較沒有那麼理想的部分 那當然在視覺上的效果也很關鍵 店面的寬或是圓圓看到招牌的部分 這也都是很大關鍵點 所以道路上跟位置上 這個都是你們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這個地方是在忠孝東路的部分 各位這個因為找個比較熟悉的地方 讓各位能夠看 這在忠孝東路的兩側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明耀擺畫的那個區塊 明耀擺畫那邊是陽面還是陰面 明耀擺畫 明耀擺畫上面有寫 明耀擺畫它是屬於陰面的部分 對 它對面反而是 它是屬於陽面 在仁島各方面是比較多的部分 那所以說陽面是在這邊 明耀是陰面的部分 好 那各位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地方 好 這個是成都路在西門町的部分 這個應該你們會比較簡單嘛 成都路 假設我們從中華路往成都路看 右手邊是陽面還是陰面 右手邊就是靠屬於西門町商圈的部分 它是屬於什麼 陽面 你看他們一瓶啊 一瓶的租金大概在兩三萬 可是它的對面相對 它的對面的話 一瓶的租金大概在六千塊左右而已 所以這兩個差異是很大的 人潮差別性是很大的 那現在整個 講到西門町的商圈要特別提到 有沒有聽過風水輪流轉 台北市現在商圈 主商圈跑到哪裡去 西門町 對不對 之前在哪邊 東區 東區 現在各位有空去逛一下 好多店面都空出來 我印象中在一年半前 有一間店面委託我們賣 它要賣一億兩千萬 當時它希望九千萬可以談 就到現在它七千萬就可以談 還沒有人要出價 這樣差別性有沒有很大 所以那邊的整個氣場已經往下的狀態 所以說這個氣場是不斷會再轉的 你說你現在這個地方商圈很好 可是可能過個十年之後 你商圈會轉 因為我們的地方建設 公共建設它一樣會變 它整個會扭轉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再加上現在很流行什麼 全部都是電商的部分 全部都透過網路 當然如果各位你們想要買店面的話 有錢的話還是麻煩 我還是給各位一個建議 請你們要找就找一線店面 不要找二線店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很多普遍都透過網路在電商的部分 在實體裡通路它們越來越少 相對於很多的空出 很多的店面會空出來 相對的租金就開始往下大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是一線店面的話 你租金可能頭髮力會降低的狀態 所以真的要投資還是要投資一線店面的部分 所以說右邊就是陽面 然後左邊就是陰面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各位看一下這個動線圖 請問一下各位 這個部分如果你找店面 三角窗的話 哪一個是最理想的店面 A B C D B 是最好的 沒錯 B 是最好的 各位你注意看 所有的便利商店 第一個他們能夠搶的部分 一定是搶B的這個位置 因為你要過了紅綠燈之後 你能夠停在那個地方 第一點就是視覺上 因為你在路口這邊看過去的時候 你視覺上第二個看到那個三角窗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你看它只有這個地方可能招牌 如果又被其他招牌擋住的話 根本就看不到 可是這個B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這個三角面的部分 好 所以說這個是位置上很重要 那反過來的狀態 就不用講那一定是C 對不對 好 各位 這個是剛剛有談到的部分 如果說今天是我們 這個是假設這是公司 這個是我們回家的路上 因為這個是有分大小條路 我們就是以主幹道的部分 這個B還是一樣最主要的什麼 它是最主要的 最精華的電是在這一間 而不是什麼 C C跟B兩個價值有沒有一樣 就不一樣了 以B來講的話 它就有分數是比較高 再來是什麼 再來才是C的部分 OK 這個是選位置很重要 這一張圖最主要告訴各位是在動線上 如果你要選擇店面的動線很重要 就是要回家的路 你們注意看 如果你們住在你們區域上的商圈 注意看 普遍都是要回去你們區域的 右手邊 它的商圈是比較主要的商圈 除非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態 它是兩邊路 或是另外一邊是整個住宅區集中的地方 那又不一樣了 但主要以動線來講的話 一定是右手邊 回家的右手邊 它是比較OK的一個商圈的一個位置 那這D字路的話 我們主幹道應該當然就B了 就不用再多說了 好 所以說店面 我希望各位如果真的要找店面 很關鍵點就是在視覺上 動線上 這個都是一個很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在101年到105年 我們雙北市店面的租金的金價 這個大家看一下你們是屬於在哪一個區塊 目前它還是一樣 以台北市大安區最貴 平均一坪是大概快4000塊 3980 大安區還是最貴 新北市淡水最貴 為什麼淡水要到2266 很難想像 因為第一個他們店面沒有那麼多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是 因為它主要都是觀光客的居多 到店面在整個它舊的這個什麼街道的部分 它的店租是非常的貴 因為它最主要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人潮 它有人潮 所以說相對的它租金是貴的 那這個是在於各區塊它整個租金的部分 也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個是全國租金 各位還是看一下 有時候看著景氣那麼不好 剛講到那麼多的店面都空出來 但是租金依然怎麼樣 往上升好奇怪 沒有辦法 因為有賭司有財 有店面的這些人都是怎樣 口袋很深 我有錢啊 不然你要怎樣 要租就租 不要你就走 你不租還有別人要走 因為所有的創業者 每個創業者都想到最美好的一面 每個都想要怎麼樣 我開一定會賺錢 我開一定會賺錢 每個都會去做 我後來發現一個行業最不會賠錢 裝潢業 就一段時間又倒掉 它又繼續裝 我說你為什麼都不會倒 對呀發生潢業最好賺 所以還是要碰見各位 真的想創業要整個要思考一下 最快的打算在哪一個地方 你們如果收入沒有多少客單家 不到哪個階段 來客宿沒有到哪個階段的話 你們怎麼辦 要思考一下 不要把錢投資進去之後 到最後幾個月就全部都沒了 尤其很多退休人 我都很擔心他們會這個樣子 但我相信每個都很有創業 但是能夠來到這個地方來聽的話 你們都能夠掃走很多的淹忘度的部分 好 那這個當然是租金會貴的 原因是因為房價不斷在攀升 他的投報率是要有一定的投報率 不然的話他們沒辦法 因為房東他不願意賠價 現在的店面投報率大概也在2%左右 整個房子也大概2% 頂多3% 要到3% 非常非常的少 好 那各位 全世界最大的地產大案是誰 你們知道嗎 麥當勞 麥當勞他非常聰明 他以前 只要麥當勞就代表什麼東西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商圈 所以麥當勞主要是帶動商圈的 是什麼 女投養的部分 所以他們以前後來就是 他們去買地整個蓋 蓋了之後他再租給他們的加盟主 所以他收租金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地產大案是 麥當勞 他是賣素食賺錢嗎 不是 他最賺錢是什麼 房地產 所以當然各位 有能力的話 當然還是要去投資不動產的部分 好不好 好 OK 那我想各位想創業的人 當然一定要把握整個整體的一些規劃 當然有能力的部分還是必須要去做自產 因為房地產大還是最保值的部分 OK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聆聽 祝福各位 謝謝 謝謝 因為給想創業的一些朋友們 一個建議 因為如果你想創業 你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因為你創業 你自己當老闆 有機會讓自己可以賺大錢 可是相對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創業必須要整個想清楚 比如說你必須要整體的規劃 你的客源從哪邊來 你這樣的商品到底有沒有特色 在市場上有沒有競爭性 那關鍵點你一天的營業能夠有多少 很多人想要當老闆 一般都只看前面 他就是說他全部都想很正面的狀態 可是在負面他都沒有想 可是你還是必須要有最壞的打算 可是真的要創業要有特色 那當你要做一件事情 當別人罵你是瘋子 罵你是神經病 基本上你就成功一半 也就是說成功者要獨創的思維模式 跟行為模式 你的想法跟做法要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才能夠走出你自己一條特色 不然的話市場上很多同類型的商品 你跟便是屬性是差不多的 那你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所以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我想食品業現在人家講說 對吃的這個行業裡面是每個都有需要的 可是相對在吃點當中的話 整個就是在食安上的一些風波 也是一直不斷的產生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今天 己所不亦勿私一人 也就是說自己要能夠接受 自己吃的健康 我相信以用這樣的一個心態 這樣的一個出發點去做生意 你後面可以路會越走越寬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口碑 也就是說在做任何行業也都是一樣 你必須要憑著自己良心去做 然後做出你的口碑 然後前面可能就是慢慢一步一腳印去做 後面的市場會非常的大 寧可前面感覺沒有什麼獲利的空間 可是你實際上後面你整個在爆發的時候 你獲利的空間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說做任何的事情 必須還是憑著良心去做 把自己先做好扎實的去做 然後我相信消費者一定會獲得肯定的